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陛下不训于任何人 但萧领他们自幼有素儒大家授予国策 若论治国之道 陛下不及萧领 念白云 属下在 召集朝中大儒 明日起 为姑授客 陛下 这些老人家在井国做了一辈子的官 最是死心眼 恐怕不愿意来 不受赵的 诸九族 陛下 真的要这么做吗 下下而已 我这就去 诸位若无什么意义 便开始授客吧 先王啊 先王啊 臣一生终枕 不料不年是节 今日 凌维于黑 是不是贼 您没事吧 老大人 不过您头可真硬啊 莫不是练过体格功 念白云 叫人上点茶水点心 等老大人哭够了再授客 是 谭台军 你悔意为心 豺狼成敬 取压住粮 杀凶士君 你别遭人身之土分 天地之不容啊 啊 诶 诶 制作者 说得好 说得真好 若真相老大人所说 孤是这等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的情寿之辈 那诸位若是可以召化于孤 岂不是可以作为 平生的一桩宫业 传之子孙啊 你 你 你真是天死老臣啊 这可怎么办啊你们说 这可是气死我了 我们如何面对先王啊 你 你气死我了 四天子已至于庶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莫智者偶矣 其所厚者薄 而其所薄者厚 未知有也 不知欲明明得 于天下者 先至其薄 欲智其薄者 先其其家 欲其其身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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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念了 继续 是 自天死已至于庶人 其本乱而莫智者偶矣 小心点